虽然我们大部分男生没有办法先天就拥有吴彦祖一样的帅脸 但是或许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拥有阿祖同款的帅车 更何况这台车是你花100万左右的价格 能获得300万左右拉风效果 它就是路测斯尼Mirror 作为最后一款燃油的路测斯 它的设计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既能找到传统路测斯的影子 同时又衔接了全新的新能源车型 比如说路测斯有一款2000万的新能源超跑 这款车上它们拥有同款的这种孔系式的设计 再比如这个车它只有一米二的车高 非常的矮 而且它是这种超跑的宽高比 看起来特别的帅很凶对吧 还有它有很多很夸张的设计 比如说这里大的一个孔洞 再比如说你走到车尾 你可以直接从这看到它的轮胎 这种大的风洞 下面的排气管也是很夸张 而且你从上面可以直接看到它的发动机 但是在这样一个非常现代 非常完美的车身比例和设计之下 它用的还是一个3.5V6的机械增压发动机 和我几年前开过的路特斯Evora GT410 是同款发动机 高情商的说法就是这个发动机很有情怀 直白点说 这个发动机用在这样一台现代的车型上 稍微有一点点古董 但是当我告诉你 这台车用的是一个6速的手动变速器 一切都不一样 当然 这个手动挡不是让你用来早晚高峰上海班待步的 咱们别为难自己对吧 主要就是闲暇之余开着它 无论是这种公路还是山路甚至是赛道 但是我也帮大家试了 就算是北京的晚高峰 你把它开着在四环上走半圈 也不会特别的要命 因为这台变速器配上发动机 它的包容度是很高的 即便是新手也可以轻松的驾驭 它不像是我过去开过的很多比较运动的手动变速器 离合器非常的沉 而且行程很短 结合点很高 开着就会非常的累 很要求驾驶技术 但这台车就不会 开着就会很轻松 即便是新手 也可以开着它走街买菜都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想把这台车开好 开得很快 又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一方面 现在即便是顶尖的车手 它的换挡速度 应该是也没有自动的变速器快 或者说一定没有自动变速器快 所以单论如果你想把车开快 跑圈速 那么这台车应该是不如那台AMG发动机 以及BCT变速器的车 但是这台车的快 它应该是快乐的快 就是在于你每一次换挡之间 再比如说你每一次踩下加速的时候 它传递的这种发动机的声浪 机械增压的比较尖的声音 还有在收油的时候 降挡的时候 它的这种放炮的声音 那这个是真的2.0T发动机 无法给到的 所以这台车呢 它是有一点点挑人 它的速度或者说开得好坏呢 完全取决于这辆车的驾驶员 我觉得它是适合那种真正比较懂车的 想要通过自己技术 去把这台车驾驭好的人 真正喜欢驾驶跑车的人 那这个呢 可能3.5 以及这个手动的变速器 更适合你 如果你只是因为它的外观而选择它呢 其实我更建议2.0T的版本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车迷或者玩家的话 就算你的驾驶技术没有那么好 你会发现 它就像是一个发小或者好哥们 可以陪伴你一起成长 直到你把驾驶技术磨练的比较成熟 那这台车呢 很好的点是它可以向下包容 它可以让新手也可以轻松驾驭 但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驾驶技术 很好的高手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极限非常高 因为它是一个中指的跑车 在这样一个评测一款车呀 要么就是去测续航 制驾或者是智能座舱 甚至连把车开到赛道里 都要去看它的分贝 有没有超标的时代 我觉得它真的是 对于传统车评人最后的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你们看到的 今天 说明天 你甚至能在这台车上 找到华为嗨卡 而且用起来还真的挺好用的 只是这个方向盘 如果你是领克的车 老有人觉得 跑车就一定要 很快 或者是追求极致的性能 但是呢 我觉得有一种纯粹 以及轻松的驾驶乐趣 是这台车做的非常好的 这台车官方其实是去对标911的 拿我自己来说 自己家里也拥有过一台911 这几天我开这台车下来 它给我的这种 比较轻松快乐的感觉 其实是比911做的还要好 它就是那种 晚上没事的时候 你可以开着去超市 买些饮料 坐着待会儿 欣赏一下这个车的外观 或者呢 周末没事的时候 直接开着它去山路上 翻山腰买杯咖啡 待一会儿 或者最近压力有点大 开着它可以直接去下塞道 释放一下压力 它在很多的情况下 都能够给你带来这种快乐 我觉得它就是这么一台跑车 吃到草草画 抓住 吃到草草的快乐 吃到草草的 Prime 吃到草草的盐 吃到草草草的快乐 吃到草草的行动